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走进冬奥会计在线的网络课堂 接下来我们继续讲解的 依然是零基础先修班里面的第三个部分 我们说第三个部分呢 给大家讲三个具体的税种 之前我们已经把增值税的相关内容 给大家做了介绍 那么从本讲开始 我们依然进入到具体税种当中的二 看下来吧 具体税种之二 给大家讲讲关于企业所得税的事 企业所得税 它也是我们正式考试当中 所占分值很高的一个税种啊 增值税占到20分 企业所得税也占到20分 这两大税种就差点占了半壁江山呀 您看我说在具体税种里面 讲三个税种吧 那加起来都得有45、6分了 你看多厉害 看具体税种之二 企业所得税的规定 那么企业所得税呢 我们在正式讲它的内容之前 先来看一下背景资料 首先他说对所得来征税 甭管是对个人所得来征税 还是对企业的所得来征税 最早产生于英国 那是在1799年 你看距离我们都200多年了 200多年之前 英国为了筹措对法战争的军费 没钱呀 那么临时呢 就创设了一种具有所得税性质的新税 称之为叫做三级税 又称之为叫做三部征收捐 这个倒无所谓 然后接下来呢 他就说了 说对公司和对自然人均开始征收 那也就是说200多年之前 英国就对公司和个人开始征所得税了 对公司那就是企业所得税 对个人就是个人所得税 它是历史上最早的综合所得税 那你看对企业其实就是综合嘛 企业所有的所得都应该去交所得税嘛 等到1842年的时候 财政大臣罗伯特皮尔 他就向国会提出了 要开征永久性所得税的建议被获准了 也就是说现在不筹错军费了 我们也要征所得税 所以坏就坏到这个人身上 他当时是英国的财政大臣 然后当时呢 说世界上最早的企业所得税就被诞生出来了 是谁把它创设出来的 是罗伯特皮尔说的 咱们永久就征下去了吧 你看为什么英国最早的工业革命 最早富起来的国家 说明他也是最早找企业来征所得税的国家 对吧 然后呢 接下来您还有这么一句话 说世界上最难理解的是所得税 这句话是谁说的呢 您肯定想不到 他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 就是爱因斯坦说的 爱因斯坦 他叫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说世界上最难理解的就是所得税 那么有人说了 这个所得税有这么难吗 其实我觉得他之所以说 世界上最难理解的是所得税 他往往指的可能就是跟国际税收结合的所得税 那么大家如果之前已经了解过我们的筑块税法 您知道我们一共14章内容 其中第12章讲的就是国际税收的税务的征管实务问题 那么那个国际税收里面提到的 其实就是我们企业所得税的延伸 相当于是我们中国的企业跑到外国去赚钱了 或者外国企业跑到中国来赚钱了 他一定体验那个国际性的 所以叫国际税收 我认为爱因斯坦说最难理解的是所得税 应该讲的就是第12章里面提到那个 因为我们国内的所得税制度说实话真的没有太难 我一会一讲你就会发现 他比个人所得税还容易掌握 容易掌握但是他分值还挺高 所以企业所得税法是能够决定你是不是能考过的 因为他分值高内容又不是很多 如果你把这块扔掉的话 那肯定就指定过不了了呗 好这是关于他的一个背景资料 那么说完了英国 说完了欧洲那块 我们来说我们国家吧 说近代以来我国长期处于落后的状态 缺乏实行所得税制度的社会经济条件 这个大家也好理解 因为我们毕竟是推翻了三座大山之后 才建立的我们的新中国嘛 所以最早之前我们都还是朝廷呢 那自然也没有什么所得税制度的社会 社会的制度 因为跟欧美那些国家不太一样嘛 因为我们封建时代太长了 然后就会提到说1936年的时候 国民政府啊曾经发布过一个条例 这个条例就叫所得税攒新条例 到1937年全面就实施了 所以您看在税收的理论界呢 一般认为说1937年的1月1号 是中国企业所得税的诞生日 就是那就1937年 你想都快2037年了 就将近快100年了 就之前我们国家最早也是 1937年也是有企业所得税的 然后接下来就到了 说新中国成立之后呢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也颁布了 全国税政的实施要则呀 也会提到一些跟所得税有关的内容 到1958年工商税制改革 我们这个了解一下就行了 就是很多历史问题 然后呢 就是到这为止 你会发现到1958年 1960年 70年等等 然后慢慢的你会发现 是不是 哎 邓小平同志就执政了 邓小平同志一执政呢 他的这个主体的思路 就是一定要改革开放吗 所以邓小平同志就指出来了 说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 中国的发展是离不开整体世界的 你看这个话多有前瞻性啊 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 任何一个国家要想发展 孤立起来 闭关自首是不可能的 说不加强国际的交往 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 不引进发达国家 这个先进的科学技术 和不引进发达国家的钱 是不可能的 这就不得不佩服人家 邓小平 在我们中国好几个历史节点上 都是力挽狂澜的 对吗 其实相当于是我们要走 改革开放的道路了吗 接下来就说了 改革开放之后 为了适应对外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 我们确实 因为你对外开放了 你就要引进外资 引进外资呢 那中国企业跟外国企业之间 往往就会合资 或者是合作呀等等 您看一下 改革开放之后 为了适应对外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 1980年和81年 全国人大先后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企业所得税法 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完全就是为了引进外资 引进外国的先进的管理经验 还有他们这个先进的科学技术 对吧 一个是管理经验 一个是技术 一个是钱 那么接下来 你看我们就会提到了 因为我们最早都是国营企业比较多嘛 1983年和84年 我们对国有企业进行了两步 立改税 什么叫立改税啊 就是原来的国营企业 它最后的利润都是给国家的 现在我们不要你的利润了 我们让你以交税的方式来完成这种分配 所以国务院先后就颁布了一些条例 这个了解一下就行了 并不重要 然后接下来1到1991年 因为92年大家都知道 这个邓小平同志又难寻讲话了 他认为说70年代末 或者80年代初的时候 我就已经指明方向要改革开放了 怎么到90年代初的时候 发现改革的步伐有点减慢了呢 所以他又一次到了深圳那边 做难寻讲话 他是想告诉全世界 告诉中国自己 说我们一定要继续改革开放 而且步子要放大起来 所以您看1991年的4月 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又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 就完成了外资企业所得税法的一个统一 就相当于是原来的外资企业 我们有支离破碎的几部法律 给他们统一了吧 其实所有这些 您记住了 它的唯一的目的 就是想让外国的资本家 到我们中国来投资 我们需要它的钱 需要它的美元 我们需要它的技术 我们需要它的管理经验 好 接着我们再来往下看 说你之前这些都是外国的 那么1993年的11月份 国务院第12次常务会议 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所得税攒型条例 完成了内资企业所得税法的统一 一到这儿 您就明白了 哦 原来咱们国家在最早的时候 就90年代初的时候 就会在90年代初之前吧 80年代呀 或者是70年代 我们的外资和内资是分开的 没错 那个时候我们的内资企业 比如说就是我们自己人 开的公司啊 国企啊 还有我们自己的这些民营企业等等 交的企业所得税的税率 都是按照33%去交的 但是如果是外国的企业 甭管是合资的 合作的 或者是外资独资的等等 他们的税率往往是18% 15% 甚至还有12.5%的等等 那也就是形成了一个内资 你看啊 这个历史背景出现了 就是内资跟外资 它根本就不对等 不相等 那么就会引发有很多 内资企业老总 他的抱怨嘛 他就会说了 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啊 好我们家伙 外国的企业在咱们中国地盘上 成立了公司 然后做了买卖 挣了钱 只交12.5% 而咱中国人自己在中国地盘上 做了买卖 挣了钱 交33% 这可差了不少了 100块钱可就差了20块钱左右了 没办法 因为当时我们之所以要完成 外资企业 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 外商投资企业 外国企业所 不就是为了吸引外资吗 所以接下来您看 我国企业所走税的 蜕变过程是什么样的 比如说我们 关于内资企业来讲 就是我们中国人 自己成立的公司 或者国企来讲 我们的内资企业 从1984年这些文件 看见我都不一一的说了啊 然后你看 是不是到了财政部 1994年 发布了企业所得税 攒型条例的实施细则 这就是刚才说的 攒型条例 对吧 然后外资企业 从全国人大 1980年开始 发布了这些 然后接着 一直到1991年 6月30号 发布的这些 相当于是 一直都是内资跟外资 是双轨制 相当于是内资 外资 他们是属于 并行的 而且税率 是有很大的 差异的 然后接下来 我们就 终于欢天喜地的 迎来了 内外资的 全面统一 什么时候 迎来了内外资的 全面统一呢 比如说 您之前学过 中级会计 中级会计里面 有一颗叫经济法 经济法里面 学过企业所得税法吧 跟我们现在 学的这个 企业所得税法 是一样的 我们从2008年的 1月1号开始 正式实施 现在这部企业所得税法 也就是说 在2008年之前 我们就开始着手 要让内资和外资 保持一个水平线了 不能再对自己人 这么狠 收33%的了 不能再对外人 这么宽松 超国民待遇了 其实主要原因是什么 因为到了2007年 08年 因为我们08年 都已经举办了 北京奥运会了嘛 你会发现 我们中国的经济 确实在全球有点腾飞了 而且已经不是那么 依赖于外国的资金 外国的技术 和外国的管理经验了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也已经挺厉害的了 其实你可以理解成 说这个这个这个 你可以理解成 说这个过河就拆桥 也可以理解成 这就是我们一个历史时期 我们必须要这么做 吸引外资 因为我们要让外国资本家过来 要让他们在我们的设厂 比如说特斯拉 我让他在上海 成立一个厂房 然后弄生产线等等 我让他在我们这 成立分公司等等 我一定要有税收的优惠啊 没有的话人家不来呀 了解一下这个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迎来了内外资的全面统一 这就是我们正式要讲的 这部企业所得税法 那么之前的这种外资企业的 这种内资企业 其实都已经是老黄历了 我讲这些 无外乎就告诉大家 我们是有这么一个历史脉络的 明白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说 咱们国家呢 是自2001年12月11号 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 成为了他们的一个成员国 然后呢 为了适应经济大发展 因为你加入世贸组织 其实就相当于是你中国生产的货物 可以卖到成员国的任何一个国家 但是烙饼是要翻个的 你能把东西卖到人家国家 那人家国家也能把东西卖到你中国呀 所以这时候拼什么 拼的是各个国家 内部这些企业的实力呀 你想想 像我们中国 如果你某一种产品 像我们说老干妈啊 就是那种辣酱 好像卖的就挺好 世界上很多 比如说美国呀 欧洲啊 很多国家的人 像华人呢 还有外国人啊 他们都挺爱吃 那就相当于是我们的老干妈 确实能够打开锅门 卖出去 那我们就可以相当于是 挣了外国人钱 但是到目前为止 你也会发现 我们中国真正想当当的产品 像之前的什么海尔啊等等 还是有限的 那就会体现出 感这个我们加入世贸 是机会 也是挑战 机会是什么 你能卖到人家那去 前提条件是 人家得找人订货呀 人家得买你的东西呀 是挑战是什么 人家的东西 可以已经到你中国地盘上 你中国的企业 如果干不好的话 老百姓他不会问 说这个东西是中国产的 还是外国产的 老百姓认的就是 我要花这些钱 买更好的东西 买更多的东西 所以现在你会发现 随着我们加入WTO以后 我们老百姓 家里的东西 大部分 很多都是来自于外国的了 比如说牛奶 你可能会喝新西兰的了 而且并没有觉得很贵 因为关税的税率 被这个强制下降了嘛 因为你加入WTO以后 一定要降低 这个关税的贸易壁垒呀 所以当时中国政府 要想加入WTO 也是最主要的一个宗旨是什么 也是要让利于老百姓 让中国老百姓能够见识到 更多的外国的货物 外国的产品 然后更享受到这种 这个 又便宜又好的东西 所以加入WTO 就是这么一个问题 而且我们说 WTO的成员国之间都会 其实它主要的目的 就是我们是世贸组织 它主要是要让全球 反正加入这个组织的 这个国家里的国民 都生活的很好 所以当时我们加入WTO之前 人家是要求我们要进行双修制的 所以我们是从1995年1月1号开始 因为谈判 谈到2001年就正式加入 在正式加入之前 我们也是数次谈的 所以从1995年1月1号 我们国家就由单修变成了双修 这也是为了迎合世贸组织的要求 世贸组织说了 所有的成员国 企业都得是双修制 要让老百姓生活的更好 明白吗 就这么个感觉 所以为了适应经济大发展 体现我国经济全球化的战略方针 也为了适应这种企业法人制度 和以公司制为主要形式的企业制度 2007年的3月16号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议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自2008年1月1号起正式就实施了 说1991年那个时候 我们通过的什么外商的这块 还有1993年12月13号通过的 我们国内的这些都是同时废纸了 建立了内外资统一的企业所得税制度 那么这时候你就会发现 原来我们比如说2000年 或者是99年那一阵 我们经常会说 它在外资企业 它在三资企业 三资嘛 就是中外合资 中外合作和外商独私企业 这是三资嘛 现在我们很少会听到说 这是个外资企业 这是个内资企业 很少会听说了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从2008年的1月1号开始 我们站在企业所得税法的角度 已经不再分你是内资还是外资了 比如说现在 这个大家都知道 特斯拉 它的老总是吧 它的老总叫马斯克 比如说现在马斯克拿出来10亿美金 就在中国的上海 成立了一个超市 那这时候你会想 说它既然在中国的上海成立了超市 超市是一个商贸企业嘛 它肯定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司法 然后呢 就在中国地盘上成立了这么一个 那你说它是外资企业还是内资企业呢 它一定是属于外资啊 因为是美国人 美国人的资金就是外资嘛 它肯定是一个外资企业 但是我们在找它去收企业所得税的时候 根本不再像以前一样 哦你是外资啊 外资我们鼓励 我们给你12.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吧 那就不合适了 或你这个特斯拉老总马斯克 你弄这么一大超市 你才100块钱交12.5%的企业所得税 然后我老百姓 我也成立一个超市 弄个私人超市 我就是一个内资企业 我交33%的 你觉得合适吗 不合适 所以从2008年1月1号开始 我们不再分你是内资还是外资了 我们就看你是不是居民企业 还是非居民企业 所以这就跟我们前面讲过的 纳税人在企业所得税这个角度上 分成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 如果是个人所得税呢 那就是居民个人和非居民个人 所以这时候你会想 哦我说怎么之前总分内资外资 现在很少听说了呢 就现在没必要再分内资外资了 原来分是因为它税率不一样 我们一定要告诉你 我告诉你我是外资 外资我就可以少交企业所得税 那个内资呢 就很垂头丧气了 但是现在你说你是外资 没有用了 因为我们不会因为你是外资 而少收你的企业所得税 对不对 所以您记住了 从2008年1月1号开始 我们现在学的这部企业所得税 把开始内外资就真的统一了 不再对外国人进行超国民待遇了 不再挤兑自己人了 那好 接着我们来看 什么叫企业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 是对我国境内的企业 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的生产经营所得 还有其他所得征收的一种税 那么在这里面 他说到的是企业 企业有很多种 比如说 有限责任公司 是公司企业吧 股份有限公司 也是公司企业 这是公司法里面 我们国家公司法规定的 就两种公司 一个叫有限责任公司 一个叫股份有限公司 但是两种公司都是承担有限责任的 对吧 然后这两种公司交不交企业所得税呢 交 它就是属于我们境内的企业 相当于是法人企业 法人企业 那么还有呢 我们国内还有一些组织形式 比如说我和我大姐 我二姐 我们仨关于特别好 我们弄个合伙企业行不行 行 合伙企业是不是企业 当然是企业 但是它不是我们企业所得税法里面 规定的企业 为什么 因为从2000年1月1号开始 你看我们刚才说 这部企业所得税法 是2008年1月1号正式实施的吧 那就是八年前从2000年的1月1号开始 我们国家就已经说了 合伙企业和个人独资企业 虽然你也是企业 但是你是非法人企业 那也就是说 这个合伙企业本身不能承担有限责任 个人独资企业本身也不能承担有限责任 那里边的每一个合伙人 或者每个投资者要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所以此时因为责任太大了 它不像有限责任公司跟股份有限公司一样 它责任太大了 所以我们对企业本身不再征收 他们的企业所得税了 那么这就跟我们的第五章 个人所得税又结合起来了 合伙企业里边的每一个合伙人 在合伙企业里边分的这些这个利润 或者要分的红 他是要交个人所得税的 个人独资企业里边的业主 也是要交个人所得税的 所以在这您了解一下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 我们的先修考点 就是关于企业所得税的先修考点 第一个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义务人 首先你要知道 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义务人 一定是法人所得税 所谓的法人所得税 像我们说的合伙企业 还有个人独资企业 他们都是非法人 法人是可以独立承担责任的 那么合伙企业本身是不能独立承担责任 它要牵连到它里边的每一个合伙人 那么通过先修考点一 你就知道了 我们的企业所得税法里面的纳税义务人 一定是法人所得 非法人是不需要交这个税的 那好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在我国境内的企业和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 为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 这里面说怎么还有组织啊 很简单 比如说一个学校 说学校是事业单位 怎么会交企业所得税呢 你得看这学校干什么事了 如果这个学校 现在 你像我们CPA考试 你比如说我们周则会计师考试 他最起码都有教室吧 那这时候找谁啊 好 我们找一个小学校 说啊 我们有笔记本电脑 然后我们就是租您小学校的教室 然后我们给这些CPA考生们提供考场 那学校说行啊 我们有的是教室 你只要给我租金就行 那这时候比如说考两天 给这个学校五万块钱 那么这时候这个学校 其实在我们这里面就称之为叫做 取他取得收入的组织 既可能是国家机关 也可能是事业单位 那也就是说我们国家虽然叫企业所得税 他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交这个企业所得税 比如说合伙企业就不交 个人独自企业也不交 不是所有的企业都交 但是也不是只有企业交 国家机关 事业单位 只要他们搞生产 只要他们搞经营 他们就得交企业所得税 所以这个名啊 起的不是特别的精准 了解一下就好了 那么大家跟我来看一下吧 关于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义务人 您看我们是不是分成 根据组织形式 分成公司制的企业 和非公司制企业 非公司制企业就是我们说的 个人独自企业或者合伙企业 那您看公司制企业 公司本身是可以承担有限责任的 所以它称之为叫具有法人资格 但是个人独自企业也好 合伙企业也好 它不具有法人资格 那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 咱们国家企业所得税法是 法人所得税制 所以您看看 是不是公司制企业 有限责任公司 或者股费有限公司 它确实是缴纳企业所得税的 您再看 像个人独自企业跟合伙企业 它本身就企业本身 是不缴纳企业所得税的 那么合伙企业里边的 每一个合伙人 或者叫每一个投资者 如果是个人就缴纳 个人所得税 如果是法人就缴纳 企业所得税 当然您在学 合伙企业法的时候 您可能也知道 如果合伙人 它是阿里巴巴 那阿里巴巴从合伙企业 分配得到的一些东西 还是要交企业所得税的 但是要是个人的话 就交个人所得税 对吧 那么通过这儿 您也不用再延伸 也不用 也就也别懵 您就记住了 企业所得税法的 纳税义务人 其实我们现在说的 就是公司 不管是有限责任公司 还是股费有限公司 如果是合伙企业 和个人独自企业 企业本身是不交企业所得税的 就完了 那么接着我们再往下看 关于企业所得税的 纳税义务人 刚才已经说了 完全不像2008年 1月1号之前那样 说您是外国商人投的 您是外资 说您是中国人投的 您是内资 我给您分门别类的 去分别规定吗 完全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现在 企业所得税的 纳税义务人 就分两个 一个叫居民企业 一个叫非居民企业 大家跟我来看一下 您看 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 分为居民企业 和非居民企业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企业跟谁投的资 是内资还是外资 毫无关系了啊 大家跟我一个一个来看 什么叫做居民企业 你看啊 什么叫居民企业 居民企业是属于 登记注册地 或者实际管理机构 在中国境内 具备单一条件就可以 那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你是依法在中国境内成立的 或者依照外国 或外地区法律成立 但实际管理机构 在中国境内的企业 两个有一个就行 举个例子吧 刚才不说了吗 这个特斯拉的老总 马斯克 不是马克思啊 是反过来 马斯克 他现在拿着10亿美金 到了中国的上海 按照中国公司法的规定 找了虹口区 然后就成立了一个大超市 那么这时候相当于是 您是依法 依着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的规定 在中国境内成立的 那么你这个大超市 别看是美国人投资的 我们不分你是外资和内资了 您就是我们的居民企业了 就这么简单 但是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 还有我大姐 我二姐 我们三要成立一个公司 然后呢 我就跟他们俩说了 我说咱们国家啊 这个公司呀 是要交企业所得税的 企业所得税税率 最基本的是四分之一 百分之二十五的税率 对吧 我说咱如果要是挣了 十万块钱的话 咱得先给国家交两万五 剩下七万五 咱三个人再分 当时我大姐就说了 好嘛 怎么这么贵啊 这税率可够高的啊 我说就不错了 2008年1月1号之前 咱们这种就叫内子企业了 百分之三十三的呢 我大姐说不行不行 我大姐家呢 有亲戚啊 直接就在泰国那边 然后她就说了 哎 我们家有亲戚 哎 泰国那边啊 她跟我说了 她说她现在泰国吗 她说他们当国呀 企业所得税的税率啊 它百分之五 要不咱这样 咱姐仨坐着飞机到泰国 按照泰国的公司法的规定 咱泰国成立个公司 行不行啊 我说啊 行是行啊 但是毕竟咱现在生产并销售的 都是咱们过春节 所用到的什么调性啊 春联啊等等 你泰国人他不行这个呀 我大姐说了 没事啊 咱只是住特地在泰国 咱的钱啊 原材料啊 货物啊 那么销售地啊 还有咱们都在中国啊 咱就是为了避开中国这个注册地 哦 原来是注册地 看见了吗 我们现在到了泰国以后 我们依照外国 就泰国的法律成立 但是我们真正的实际管理机构 人前物还在中国 看见了吗 实际管理机构 还在中国境内 我说大姐呀 不是就你聪明啊 国家比你聪明多了 早就把你这条调给掐死了 也就是说 要么你是按照中国的公司法成立 那妥妥的是一个中国的居民企业 要么你是按照外国的公司法成立了 但是你的实际管理机构 只要在中国境内 你也是妥妥的一个居民企业 跑不了 你知道为什么 都非要把你弄在这 让你当居民企业吗 因为居民企业应该按25% 给国家交企业所的税啊 如果你要是挣了100万的话 应该给国家交25万 还是挺高的 明白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居民企业 那么我们不是说 把企业所的税税纳税员 分成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吗 那非居民企业是什么呢 那肯定是注册地 不在咱中国境内 实际管理机构 也不在咱中国境内 但是它可能在咱中国境内 是有机构 有场所的 太简单了 肯德基 麦当劳 苹果 他们都是注册地 不在中国 他们的实际管理机构 这些研发呀 什么这个人 等等 也都不在中国 但是他们确实在我们中国的各大城市 各个省里 开设了无数个的机构和场所 所以这时候 麦当劳这个公司 肯德基这个公司 苹果这个公司 对于我们来讲 都是我们的非居民企业 那么还有 比如说一种手机 叫黑莓手机 黑莓手机 我们可能很少接触啊 它的注册地 不在中国 它在中国也没有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 而且它也没有在我们中国 有任何一个像苹果那种专卖的机构和场所 没有 但是忽然间 这个黑莓手机的 这个销售人员 带着十台黑莓手机 坐着飞机就到了中国上海 然后它就在外滩上开始卖 你看啊 这时候 你在外滩上开始卖 外滩可是我中国上海啊 这是我中国的地盘啊 那就相当于 黑莓手机注册地不在中国 实际管理机构也不在中国 在中国也没有机构 没有场所 但是你有来自于中国境内所得 因为你的黑莓手机一卖 比如说你的成本是八千 你一卖肯定要高于八千 你不能赔钱卖嘛 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黑莓手机 就是我们妥妥的一个非居民企业 就是非居民企业 那么我再说一个 比如说有一种产品 它的注册地 它的这个企业的注册地啊 在新西兰 实际管理机构呢 在日本 它在美国有N多个机构和场所 而且它从来不派销售人员 上我们中国来 没卖给我们一分钱的东西 那就问大家 这个企业算不算咱们的居民企业 当然不算 注册地实际管理机构 没有一个在中国的 那它算不算我们的非居民企业 当然也不算 因为它在我们中国 既没有机构也没有常做 也没有销售人员 卖到我们这一分钱的东西 所以它跟我们就毫无关系 明白吧 世界上有太多的企业 跟我们都毫无关系的 不是所有的企业 不是我们的居民企业 就是我们的非居民企业 非居民企业一定是有关系的才是 好 那么说完这个以后 大家就要看 什么叫居民企业 什么叫非居民企业 非居民企业是依照外国 或外地区的法律成立 且实际管理机构 不在中国境内 但是在中国境内 设立机构常所的 这是一种 苹果 还有麦当劳肯德基 还有呢 它说 或者在中国境内 没设立机构常所 但是有来源于 中国境内所得的企业 这也是非居民企业 好 面对于企业所得税 首先它的背景资料 你要知道 我们现在学的这部 是真正的迎来了 内外资的统一 是举国欢庆的 我们不再比外资 这个受人歧视了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又提到了 说既然内外资 已经统一了 我们在对于企业所得税 的纳税人的分类这 我们就不能再说 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了 那么我们按照 国际上通行的办法 是分成居民企业 和非居民企业 你比如说 现在华为有的是钱 它到德国 成立了一个子公司 按理说 是人总的钱 到了德国 成立的子公司吧 那么 它是 你既然到德国成立嘛 你肯定要按照 德国的公司法来成立 这时候 别看是人总的钱 对于德国来讲 也是德国的居民企业 你发现了吗 就是全球 凡是那种发达国家 他们在对所得税 纳税人进行分类的时候 都是分居民和非居民了 这是全球形成的一种 这个统一 好 说到这 你就知道 什么叫居民企业 什么叫非居民企业了 好 我们来看一道 多项选择题 您来感受一下 这种题目 都是正常考试 考的 就是你会发现 挺简单的 他说 依据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 那依据企业所得税法 肯定说的是我们国家 根据我们国家 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 判定是不是一个 居民企业的标准 有什么样 哎呀 刚才我们说了嘛 判定是不是居民企业 那就一定要看 它的注册地呀 如果注册地没有的话 要看它的实际管理 机构所在地呀 所以大家看一下 A注册登记地的标准 所谓的注册登记地 比如说你注册地 是在中国上海的 虹口区 那肯定在虹口区的 这个工商局 或者呢 是中国北京的朝阳区 那在中国北京的 这个朝阳区的工商局 或者是中国天津的 和平区 那你就在和平区的 工商局 但当你 不管你是在 虹口区的工商局 还是朝阳区的工商区 还是和平区的工商区 那工商局 一定要让你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公司法的规定啊 让你提供什么资料啊 等等 你会发现 一定是你的注册地 只要是在中国地盘 你就是按照 中国的公司法 来成立起来的 你就是一个 妥妥的居民企业 根本不管这笔钱 到底是谁投的 好 接着再来看一下 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鉴定为居民企业 一个是登记注册地 一个是实际管理机构 所在地嘛 你看 这不是吗 实际管理机构嘛 所以肯定这也是对的 关于所得来源地的标准 关于经营行为 实际发生地的标准 都不是啊 所以直接我们就能把 A和D选出来了 这就是我们考试的真题 您看 这种居民企业的 判定标准 有登记注册地 或者是实际管理机构 所在地标准 没有所得来源地 和经营行为 实际发生地的标准 您知道了吧 好 这是关于这个 何为居民企业 何为非居民企业